尔登还在上演着猫鼠的游戏 而美国另外一起泄密事件嫌疑人 却没有这般的好运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昨天报道说 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 詹姆斯·赖特·赖特 因为涉嫌了泄露美军网络攻击 伊朗和设施的消息 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 詹姆斯·卡特·赖特现年63岁 曾任前海军陆战队上将 是奥巴马政府核心安全顾问之一 2006年经前总统小布什批准 卡特赖特启动奥运会计划 2008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 下令加速该计划 美方利用蠕虫病毒 对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展开攻击 致使伊朗用于提高油浓缩的 1000台离心机陷入瘫痪 据白宫内政部评估 这些攻击将伊朗核计划进程 拖延了18个月到两年 去年这项攻击行动 经纽约时报曝光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政府从未承认 对别国实施网络攻击 并一再指责其国 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 然而奥运会计划的曝光 使美国政府的说法不攻自破 奥巴马对消息的泄露相当不满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对这一泄密事件 展开调查 曾经怀疑消息源来自白宫 后来又将目光转向2011年退休的卡特赖特 目前卡特赖特正就此事 接受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 不过他泄密的动机仍然是一个谜 无论 何 无论 无论